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有机米来制作米粉的业者 做出来之后当然谁在吃 是我们在吃嘛 对不对 那你吃到这个 它又没有荣耀又没有化尾 你愿不愿意吃 当然会愿意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善的循环 对自家米粉充满信心 吴家从日俊时代就开始经营年米厂 不只年米也生产米粉 只是早在三十年前 吴玄冰大学刚毕业 根本不愿意接下这份祖传事业 米粉是一种很传统的产业嘛 那当初我在想说 我读大学毕业 那我为什么要回来接这一种 这么传统的 没有什么很技术性的产业这样子 但家传事业不能断 加上当时在父亲的年代 坊间出现了添加玉米淀粉 混合成的调和米粉 面对市场的消价竞争 让一直以来坚持以米 来制作米粉的吴家 也急下滑 为了挽救家中事业 吴玄冰不得不回来接班 我爸爸这样子跟他兄弟 这样辛辛苦苦 创立起来的一个产业 我觉得我还是要回来帮一点嘛 后来因为有一些店骨出现嘛 我们刚才讲就是 就是玉米店银小麦店银出现 那时候就变得就比较 劣机就比较下滑一点 后来真的市场需要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不跟人家家的话 那你变成就是 怎么讲你没有竞争力啊 但吴全斌不愿意看到 自家老品牌为了求生存 也跟着沦落 认为必须做些改革 立志将米粉回归天然 甚至还着手研发 高难度的苍米米粉 只是起初他要做这个决定时 完全不被父亲看好 当然我也希望就是有转变嘛 那年轻人嘛 年轻人希望就是说 不要莫守成规嘛 那有所变化 他一开始做超米粉的时候 其实大家不太认识 然后因为我们 我们超米粉是做有机的 那它价格又比较高一点点 大家就会觉得 我只是一个米粉而已 你怎么跟外面价差那么大 有些人会觉得你价格太高 他可能就不想买 吴泉斌下定决心制作 百分百无添加的苍米米粉 只是当时健康意识形态 尚未抬头 不只不被看好 售价又贵 几乎毫无市场竞争力 但随着食安事件爆发 吴泉斌的产品 开始慢慢被接受 就是食安事件嘛 那在外面仍然说 奇怪 为什么这个米粉 没有含米 你为什么也叫做米粉 然后你跟人家写 纯米米粉 有这个事件之后 那才会 才量才开始大钱 大家消费者才认识到 就是对哦 我们吃的米粉 是到底是纯的米粉 还是一米淀粉的米粉 还是加了什么的米粉 坚持做对的事 吴泉斌还走遍台湾土地 与台南和宜兰农迷器 做有机再来米 虽然成本高出四到五倍 但他希望透过一己之力 创造台湾稻米新价值 我们需要的是再来米 就是米粉是用再来米做的 可是再来米种的人不多 所以你要去找到那个米 然后它是有量产的 其实相对上来讲 也会有比较大的困难 与一些农民 大家一起来奋斗嘛 因为他们毕竟种有机的 也是很辛苦 那我们希望 种不一样的品种 那有一个 就是一定的量 每年都生产一定的量 我们去收购 我认为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 因为它也受力 然后我们也 也一方面我们的努力 让消费者 让外面看得到 不仅如此 吴泉斌还用新鲜优质的蜜 研发更多商品 推出五颜六色的纯米面条 打造东方意大利面 我们是想说 既然跟农民做了一些 去做一些有机的 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多样化一点 不要让人家极限 极限做米粉 看能不能做其他的东西 我们想要把它打到东方意大里面 我们加红绒果进去 你就看红色的对不对 加鱼翼干 你就看到绿色的 我们没有做纸的 我们希望跟意大利面的外形不太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有设计过 这个差不多一人份的量 我们希望就是说 搬小家庭他买回去的时候 他很快他不用去 到底我要吃多少 我要分量要多少 他直接一球下去就是一人份量 两个人就两个钱这样 如果说你有吃过它的口感 跟米粉的口感 虽然都是同样的米 但是它的口感就是不太一样 它的口感就是比较属于 像我们意大利面酥的那样口感 而且它的咬劲 我在我们一看来 就是说绝对不输给 那个什么意大利面 用面粉做的意大利面 而且它是零添加 渴望食物的来源天然 无权冰的米粉和米面条 近年来还成功外销到美国 日本 澳洲 香港等地 还生成烘焙用了米菇粉和麻薯粉 在今年台北烘焙展 称了热销商品 我们称为Q黑麻糬 它是用黑糯米下去做的 粉已经先熟化好了 所以说只要你加1比1的水 加一点油 然后搓一搓 DIY自己搓一搓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做成像麻糬一样 我们这一代 中部这一代种 其实种黑糯米也种了蛮多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它有一些变化 那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是种交易 或是一些市集这样子 可以这样做 让小朋友自己去DIY 自己去找乐趣这样 希望能够说把这个多样化 米的加工品多样化一点 让消费者能够吃到 至少说因为现在米饭越来越 搭得吃的越来越少 那其他方面 加工品方面 我们也希望多一点变化 让台湾的米能够继续 就是说农民继续种这些米 让能够消得出去这样子 农苗族当然就是说 在这个推广后面 它真的是帮我们很多的一个忙 比如说有一些展授 它会邀我们去 让我们多一些曝光 于070年的米粉世家 因为吴淳斌的努力 成功打响有机草米米粉 和全米面条的名号 让老米粉唱在市场上历久不筛 更具竞争力